中国跳水队和游泳队抵达阿联酋阿布扎比 顺利入住酒店 王涵、全红缠、张宇飞一行人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旅程 他们从北京飞往广州 然后从广州飞往阿联酋的迪拜 然后乘大巴前往阿布扎比 根据日程安排 中国跳水队今年的最后一项任务 是参加在阿联酋举行的水上运动表演赛 没有什么竞争意义 主要是促进跳水 加强各国运动员之间的交流 中国跳水队派出了两名奥运冠军代表 全红缠和王涵师姐 中国游泳队派出了两名奥运冠军代表张宇飞和汪顺 在等待航班时 全红缠展示了他强大的社交能力 并与比他大十多岁的游泳队大哥汪顺聊天 他们俩笑得眯起眼睛 全红缠剪了个新发型 不过看起来刘海有点层次不齐 像极了狗啃的样子 看起来比以前更可爱 再加上他的人气很高 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与两个月前相比 全红缠的身高也长了很多 脸也更圆了 看来他已经进入了身体快速发育的时期 这也是教练们最担心的事情 但全红缠毕竟已经14岁了 不可能违反正常的生长规律 接下来他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控制体重 并想办法适应这种变化 不断调整和改进他的个人技术动作 虽然长高了很多 但在高大的游泳运动员中 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小只 出发时 是由跳水队教练赵文进带着全红缠 目前他已经抵达了迪拜 全红缠背着包独自走着 没有和他的教练在一起 然后到了阿布扎比下他的酒店 全红缠正在等着半米入住手续 他提着一个大袋子和一个手提箱 全红缠每次外出比赛都会带上自己的娃娃 他在奥运会和全运会期间 全红缠都带着羊娃娃 并在酒店里遗忘了他哥哥送给他的幸运羊娃娃一头驴 后来全运会组委会帮助找到了娃娃 并委托广东省代表团将娃娃带回给全红缠 这一次全红缠大概率把羊娃娃又放在手提箱里 跳水奥运冠军王涵也参加了阿布扎比表演赛 他展示了酒店的照片和酒店的外景 外面的风景很好 天空很晴朗 团队的另一名成员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次旅行的一些情况 他们到达旅馆时收拾了一番就吃饭 随队人员还晒出了酒店房间 房间很宽敞 入住环境还不错 全红缠第二次出国参赛 全约会之后 他刻苦训练 不知道他的水平是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或者他是否会使用新的动作 让我们敬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